你好 我是许奥云 新闻首先来看到是国道八号的安定路段 传出了连环车祸 但是肇事者居然是一头牛 国道远警就怀疑这头牛可能是从货车上掉落 就导致车辆闪避不及直接撞上 甚至是当场失控又撞上另一辆兵士车 导致一人受伤 而目前国道远警还在追查四组 虽然依法最高罚金只有六百元 但是这起事故造成两车回省 这四组恐怕也要负担赔偿费用 这头牛全身僵硬倒在路间 他误闯国道八号安定路段 遭到车辆强力冲撞当场死亡 蓝色自小客车撞上牛 车上一名乘客受伤 有赶到的救护车送医 车头严重毁损 车门撞凹变形 而同时间经过的这部黑色冰室 虽然闪过牛汁 却被失控的蓝色自小客车撞上 车辆行驶的国道 为何会凭空出现一头牛 引发连环车祸 远警怀疑很可能是从载运的货车上掉落 只要查获四组就依法开罚 尽管罚款不中最高只有六百元 但这部宾市新车价五百万元起跳 因为这起车祸车身多处撞凹 还有擦痕 蓝色车辆车身也毁损严重 一旦厘清造势责任 四组恐怕得负担为数不少的赔偿 记者姚文华谈论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